本次进入太空的三名航天员 在为期三个月的飞行阶段 还会进行两次出舱活动 所以就必须要穿上 这种十分厚重的舱外宇航服了 那么在穿这套衣服的时候 有什么讲究吗 它是只需要这么往身上一套 就能出舱了吗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尽管科幻电影低心引力告诉我们 这套厉害的舱外服 只要一穿就能立马出舱 一拖就能立马回舱 但事实情况嘛 显然不是这样的 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 目前都办不到 为什么呢 由于压力差 太空是个真空环境 而宇航服内显然不能是的 这就让内外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差 这个压力差会像吹气球那样 将宇航服吹得鼓鼓胀胀的 从而严重影响了其灵活性 甚至到了让航天员无法动弹的地步 那该如何是好呢 解决这个问题 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让宇航服变得硬一点 靠材料本身的强度来抵抗压力差 另一个是减少压力差的来源 也就是降低宇航服内的气压了 两种解决思路都有亮点 但也都有缺点 我们分别来看看 如果把宇航服做得足够厚实 就像是潜艇的压力外壳一样 是啊 哪怕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大气压 它也肯定是膨胀不起来的 但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增加宇航服的重量 限制宇航服的灵活性 它们一个是对火箭的运力不太友好 另一个是对航天员的活动不太友好 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 火箭能够送上天的重量本身就小得可怜 在紧紧巴巴的情况下 当然是能把东西做轻一点 就尽量要轻一点 后来随着火箭运力提升 好像重一点也没有太大关系了 那就集中力量来攻克灵活性 为此三个世纪80年代末期 NASA的确进行过一次专门的尝试 那就是开发一个 有很多硬质的球形关节组成的 看起来像极了米其林的宇航服了 它叫做AX-5 待在里面的航天员 可以享受到跟舱内完全一致的大气压 而坚硬的盔甲 又不会让它在走出舱外后膨胀起来 球形关节 做过模型的朋友都知道 灵活性是得到了很大的保障的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让航天员 套完之后就立马出舱 不过可惜的是 这套舱外服最终由于经费的问题 被迫下马了 这就是第一种思路 没有结果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思路 降压 如果把舱外服里面的气压降低 膨胀问题不是也能得到一定的缓解了吗 但是降压又会带来另外两个新的问题 一个是会让航天员出现类似高原反应的症状 爬山的时候高反就已经够危险了 更何况是在太空里面 为此只能给航天员吸醇氧才能解决 这个好办 让舱外服里面的呼吸系统直接提供存氧就可以了吗 那么第二个就要麻烦一些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减压病 它是一种由于被血液过多溶解的氮气 得不到气势排放 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疾病 常常发生在潜水源身上 我们的血液里面不仅会溶氧 溶二氧化碳 还会溶入空气中含量最高的氮气 而溶进去多少 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外部压力环境了 外部压力越高我们肺里面的气压也就越高 让越多的空气溶到了血液里面 其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很容易就被吸收分解掉了 但是氮气却累积下来了 如果压力环境缓慢改变的话 这些积累起来的氮气也会缓慢释放 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一旦外界压力发生巨变 氮气的释放就无法完成 它们因此在血管里面形成大量的气泡 轻则带来疼痛 重则造成血酸 最后甚至会撕裂心脏 所以非常危险 潜水员在上浮的时候 会从高压环境回到正常压力环境 因此需要慢慢来 好让血液里面的氮气无害地释放出来 同理 航天员在穿上低压的仓外服饰 也是从一个相对的高压环境里面过来的 如果不慢慢减压的话 自然也会患上减压病的 它岂不穿衣服这个动作 必须要维持很长时间才行吗 好像也不太现实 所以目前的仓外服是这样解决的 把两种思路结合折中一下 在能够硬的地方尽量硬一点 同时也不要把里面的气压搞得那么低 稍微比标准大气压低一些 但依然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 大约是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 这样就减少了排弹所需要的时间了 另外航天员当然也不用傻乎乎的 用慢动作来穿舱外服了 只要在穿它之前 先吸一段时间的存氧就好了 在之前的航天飞机上 他们是这么吸的 有点提前受罪的感觉 而到了国际空间站上 他们就只需要在独立的气查舱里面 睡上一觉 便能够完成吸氧排弹的过程了 但总归就是不能衣服一换立马出舱 好了 这是现状的确跟电影是不一样的 不过未来随着空间探索的日益频繁 尤其是登陆火星这种更加凶险的环境 迅速出舱 一定会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谁能够最先交出答卷吧 我是火箭叔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